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修一块电话书表 它的问题是不开机 看到没有 开机的话没有任何反应 我们给大家充下电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充电 插上手机充电器也没有任何反应 像这个不开机也不能充电 像这种故障 维修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个方法 不需要什么专业工具 就能把它修好 首先我们先把它后盖打开 打开后我们看一下 这块就是它的内部电池 像这种情况 大部分都是电池是一点电没有了 或者是休眠了 我用网表给大家测一下 看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电池的问题 看现在这个电量一点都没有了 没错是吧 就是这个电池的问题 现在我们解决方法也非常简单 就是给这个电池给它强制冲压电 激活一下就可以了 激活方法非常简单 就这种智能手机充电头 我们家里边每家都有 是吧 准备一个智能手机充电头 然后找一条这个旧的数据线 把这剪断 剪断以后 我这儿是接的是欧语夹 如果不接欧语夹的话 也可以用的 我们先把那个充电器 插在这个电源上面 然后在欧语夹上 加两个小的细掉的针 电话手表上面 一个黑线 一个红线 这是接电池的 这红的是正极 黑的是负极 把刚才接好的那两个针 我们分别正对正 负对负 给它接触上面去 给它强制充电 充个两分钟 就这样正对正 负对负就可以了 为什么不用欧语夹 往上面加呀 因为这个爱得比较近 欧语夹不好加 所以说用两个针 在这接触上去就可以了 好 现在已经充了两分钟了 我们试一下 手机自带的这个效充 看能不能给它充电 如果能充电了 就证明这个电池 已经修复好了 好 现在可以充电了 我们开下机 能开机了 这问题比较简单 所以说朋友们 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 可以自己维修 包括手机也是一样 这个视频今天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